大家好 我是Summer 今天我們邀請了一個重量級嘉賓 就是... 母仔 沒錯 今天我們會跟他拍這個貓咪醬內菜 一共切了三個關卡 分別是紙巾、啤牌和骨牌 事不宜遲馬上進入第一個醬內菜 因為首先我們要用骨牌佈置好場地 所以暫時就要把母仔混進房間裡 大功告成 那我們現在就要想辦法塞住這一邊 因為這一邊我覺得他會鬥爐走 所以我就決定我入 我是擋在這裡 Round one Ready go Jet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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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感受啊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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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其實第一關算是成功的 第一次都是順利通過的 我們現在就轉到第二關了 就是啪牌挑戰 好 第二次我們使用啪牌挑戰 大家聽到嗎? 它在裡面貓貓叫 該配合你演出的我 掩飾而不見 Round 2 Lady GO Round 2 2 3 4 4 5 5 5 好 現在又是很不拿反的狀態 對了對了對了 過來過來 動必殺機 唉 兩輪完了 我也很累 我身上暈倒也很累 所以我決定在第三輪結束的時候 給他一聲罐罐 第三輪就是紙巾封門口 那我就用紙巾鋪滿門口 然後看看他怎樣出來 但據我估計他應該會直接撞出來 不像其他貓一樣跳 就看看我的推測是否正確 對不起阿Mo 雖然你坐在這裡很遲長很安長 為了要設置別人我們又要再次找你進去 應該要硬一點的紙巾才行 因為他現在是軟一點的 就是這樣 今天的挑戰 SIPP 好啦 其實失敗的是我 我設置得牠的場地太不好 導致阿Mo輕易地破解了 今天這個挑戰 都可能可以證明到 阿Mo雖然已經是一隻12歲的老貓 但牠還是補到尾佬的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個挑戰的話 記得幫我like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下方的小鈴鐺 然後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